大家好,我是程翔老师,欢迎来到程翔说流美 我们现在在俄亥俄州的克里弗兰市 这是凯斯西楚大学和克里弗兰诊所所共同拥有的健康科学校区 今年第一次总统候选人的辩论 前几天就是在我后边这个大楼举办的 你看现在还有大条幅呢 大选前,美国的总统候选人有三次辩论 这向来都是学习英文的最好的素材 美国的很多中小学的老师都会让学生们去看这个辩论 美国学校里也有叫model election 就是模拟美国大选,就是相当于模拟联合国一样 那我儿子上初中呢,他的老师是个斯坦福的毕业生 在开学的时候就跟家长会说呀 要用今年的大选呢,好好给学生做一下美国的爱国主义教育 所以今年呢,这第一次总统辩论呢 我就让儿子和我一起看 他早早呢,学习一下将来这个未来总统怎么说话 怎么举止,对吧 有一天如果他也想选总统也可能用得着 那辩论的双方呢,是现任的总统川普 还有前任的副总统拜登 主持人呢,是资深的佛克斯电台的一个主持人 叫华莱士,现场很庄严啊 两个总统候选人呢,都背后呢 屏幕上都是印的美国的独立宣言 那辩论双方呢,就围绕着几个话题 各自神授意见,包括比如疫情啊,纳税啊 经济啊,环境啊,大法官人选啊 种族主义啊,还有选举工作性这些 那因为疫情呢,辩论前大家都不握手 所以双方呢,也没寒暄,就直接就开始干 这是一场特别的这个演讲啊 在一个半小时的辩论当中呢 这三个人啊,都一直的不停在说 而且都是同时在说 那其实本来的规则呢,应该是主持人提问 对吧,然后一个人先讲两分钟 然后另一个人再讲 但是川普一上来呢,就不断插嘴啊 打断拜登 那主持人呢,他就恳求川普 我说,你尊重一下对方的这个队友 对吧,辩友 尊重一下辩论规则 而且不要打断对方 但是呢,也没办法 有一段台词啊,就是这样的 主持人告诉川普 说,请你让对方说完你再讲 然后川普就问主持人说 他打断我了,你怎么不说他呀 主持人就说,因为你打断的比较多 你说这就像小学里俩差生在打架 然后一个老师出来调停一样的 那据统计呢,川普打断了 拜登或者主持人啊 一共有128次之多 结果最后主持人都不得不说呀 说,先生你是在和他辩论 不是在和我辩论 让我来问你问题 所以有好几次呢 都是拜登一开始说话 这川普就开始打断 然后主持人就让川普停下来 说Stop,Stop 所以本来呢,是应该一个人讲 就变成三个人讲 这个乱成一锅粥 这个不得不承认啊 听这个三个人一起讲啊 各说各话 这个非常练习听力 这是不可多得的托福听力练习题 可是呢,如果听他们讲的内容啊 如果直接给中小学生 那就真是不合适了 对吧 比如川普骂这个拜登 是弱智 又爱睡觉 又老 又笨 而且还攻击拜登的家人 拜登呢 说川普是小丑 说了两次 说他是骗子 说你给我闭嘴 Shut up 说你是普京的小狗 就是 然后说川普是 美国历史上最糟糕的总统 然后拜登说 川普你付的税啊 简直比学校老师都少 然后川普呢 说拜登说 我47个月 比你47年做的都多 这的确啊 拜登从30岁就开始 就当参议员和副总统 一共真是干了47年 结果呢 拜登就回应川普说 谁都知道他是个骗子 哎呀 你说我都后悔 让我儿子跟我一起来看这个辩论 这个总统和副总统对骂 对吧 他们做的和讲的 就跟我们不让孩子 这个做的事和说的话一样 川普不断打断对方讲话 就跟学校的这个 这个bully 就是霸凌一样 那主持人对川普说这个 no的这个次数啊 就说停这个次数 这不比这个训狗的时候用的少 然后就连这个CNN的评论员都觉得 通过CNN把这样的总统辩论 传播到200多个国家 觉得非常的羞愧 叫disgrateful 就我儿子呢 他跟我看了一半 就跟我说呀 哎呀 我以后不想当总统了 老爹你也别想了 所以也是啊 就是如果以后 这个总统辩论都是这样呢 那学校也不必是搞什么模拟了 这个我们做家长都不会同意了 那这次总统辩论呢 如果要让我来当评委来打分啊 不仅这俩人都不及格 而且呢 这是一个得书面警告 留校查看 另一个就得直接开除 这第一场辩论呢 就有点像那种成人的限制级的 这个晚间节目 这下次啊 我还得真得自己先看 然后才能让儿子一起跟着看 再有呢 就是要练习这个英语听力的同学们啊 这次呢 也不用太伤心 这个大选辩论的范例啊 其实大多数都是很好的 比如以前像希拉里啊 克林顿啊 这个奥巴马啊 这都很好 我最喜欢的一个呢 也是自己学习过的呢 是当时这个克林顿 在竞选的时候的辩论 那次呢 是1992年 是有三个总统候选人 一个是当时当阿肯瑟州长的克林顿 还有当时的总统老布什 还有呢 德州的一个富豪派罗 这个派罗啊 叫Roth Perl 他呢 曾经参加我的大老板啊 很有每个人格魅力 他曾经呢 职守组织 这个雇佣兵 成功的救出了 被伊朗抓起来的这些员工人质 他们三个人辩论当中啊 就谈到经济的一个问题的时候呢 布什就说 克林顿你管理的州啊 又小又穷晕 布什对吧 又是现实总统 又当过德州的州长 说呢 不如德州 那克林顿呢 就说呢 我自己 我现在不得不打论 打断 不实了 因为呢 我必须要为我们州的人民来说话 所以那次打断呢 就得到了很多观众的掌声 然后这次来 克里夫兰辩论啊 这川普的这个团队啊 还都不戴口罩 对吧 结果呢 辩论这才过去两天 就传出来 川普夫妇都新冠确诊 你这周五呢 不仅是隔离 而且还住了医院 这原定的下一次 一个是15号 一个22号的两场辩论呢 这还说不定还得取消呢 所以呢 我第一次啊 这个辩论咱就聊到这儿